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是一本小说《月亮与六便士》,在英国,就是一种货币,一英镑等于一百便士,六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币,五毛钱,换句话说,小说的主题是月亮和五毛钱,小说以月亮与五毛钱为开头,讲述了一位四十多岁成功人士的故事,生活在中等阶层,令人羡慕,忽然有一天,他离开了家,不要钱,不要房子,不要车,不要老婆孩子,你在干嘛,好吧,这个问题以后再回答, 毛母是一位英国作家,他曾六年在伦敦从事医学研究,可是,二十三岁的时候,他却选择了从医,毛母在有生之年,被誉为世界上最赚钱的文学大师,作品被翻译到世界各地,经久不衰,毛毛在英国文学史上了一个新时期,古雅,陈旧的维多利亚文学正在消逝,注重写实与心理刻画的现代派文学逐渐兴起,毛母就是时代洪流中的传奇人物,他的人物与一般人很接近,小说情节生动逼真, 全念于转折堪比推理小说,但是,故事的利益,却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,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雅俗共赏的小说家,月亮和六便士是在1919年成熟的,毛母当时45岁,这是他创作的巅峰,这部小说,是根据法国画家保罗高庚的生平经历,而创作的,同时也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中的重要人物,在梵高的比赛中,并称后印象派三大巨奖, 对欧洲绘画影响深远,我们先来看看画家高庚的生平,高庚出生在法国巴黎,早年在海军服役,转业后当了一名股票经纪人,然而,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接触到了印象主义绘画,为了追求艺术,他辞掉了工作, 也断绝了与新婚妻子的联系,位于塔西提岛,遥远的南太平洋,找到自己内心的归宿,和当地的土著少女结婚,他在岛上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,却创造出了人生中最伟大的作品,在晚年,他还举办了一场以塔西提为主题的画展,但却没有多少人关心他们的死因,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,早年的经历与高更如出一辙,他们都是股票经纪人,家庭幸福美满,与艺术无关的日子, 再然后,他们也放弃了世俗的生活,追求艺术,然而,斯特里克兰德却没有立即前往南太平洋,他先在巴黎住了几年,巴黎当地一位成功的商业画家,非常欣赏他,接近他的生活,然而,他不仅霸占了人家的画室,还把人家的老婆给抢走了,却又冷酷地抛弃了朋友的妻子,之后,斯特里克兰德离开巴黎前往南太平洋,土著部落定居在那里,娶妻生子,过着野人般的生活,不断地画着心中的路,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,他亲手毁掉了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,死于贫定交加,与此同时,源在千里之外的斯特里克兰德伦敦,他的话却风靡一时,多年前,他抛弃的妻子自称是大师的遗孀,在文艺沙龙里成了新贵,这就是月亮和六遍世的故事,书中最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于,作者对月亮和六遍世都只字不提,但读完整本书后,每一位读者都会对这两个主题形象有不同的理解, 据说,在某本小说中,人性的枷锁出版以后,一篇书评刊登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,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就像很多年轻人一样,看着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,无视脚下六遍世,这就是小说的名字,更多的读者往往持相反的观点,认为自己被生活束缚在脚下,不能自由地追求月亮, 事实上,月亮和六遍世是人的天性,你可以仰望月亮,也可以选择六遍世,一幅一幅,恰恰是艺术追求与社会生存之间的隔阂,在这里,我并不想抢求什么具体的肯定答案,而是希望通过对小说人物的梳理为主要思路,探寻保姆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月亮和六遍世,小说中有多少个人物象征着毛母心中的月亮,哪一个代表六遍世呢? 这些人物之间又是如何互相配合的,使毛母心目中的天才形象得到了完美的体现,首先,我们来看看主角斯特里克兰德,月亮和六遍世,斯特里克兰德所有的行为都归结为一句话,一世独立,在四十岁以前,他遵照父亲的吩咐行事,在证券经济行业工作,工作勤勉踏实,家庭幸福,可是在他四十岁的时候,他却突然离开了,留下一封信,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线索,甚至可以说是匪夷所思, 所以,为什么斯特里克兰德在四十岁的时候会发生这样的变化?这本小说是从一个年轻作家的第一人称视角写的,然而,小说中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作者的名字,我们不妨把它叫做青年作家 斯特里克兰德的妻子找到了一位年轻的作家,将自己的猜测告诉了他,他觉得丈夫出轨了,他担心丑闻会传扬出去,于是,他请了一位年轻的作家去巴黎寻找他的丈夫,那么年轻的作家为什么要去呢? 因为,那位作家曾经见过斯特里克兰德,但是,他和他的妻子,却没有任何的交集,这位女士仔细地挑选了年轻的作家来帮助他,这样的话,他就不用担心会被人知道了。 这简直就是侦探小说的开场白,将人物和背景都说得清清楚楚,毛母用他娴熟的虚实技巧,抛出一道难题,已婚的伦敦身世为什么会突然失踪? 为了制造足够的悬念,某些人甚至设下了圈套,制造了一个线索,斯特里克兰德是一位年轻的作家,也是他的朋友,他的朋友甚至说过,斯特里克兰德已经有了一个情人,伦敦一家小店里的女店员,难道斯特里克兰德真的把一大笔钱私奔了吗? 这位年轻作家接受委托到巴黎去了,这封信是从斯特里克兰德那里寄来的,找到他住的酒店,斯特里克兰德没有第一时间现身,毛母以一位年轻作家的观点推翻了先前的猜想,这家酒店不仅没有酒色场所,又脏又破,廉价而又廉价的旅行,这位年轻的作家专门为侍者,对方说得很清楚,斯特里克兰德一直独来独往,所以,他和女孩私奔的传闻不攻自破,后来,这位年轻的作家终于和斯特里克兰德见面了。 他看起来邋里邋遢,一贫如洗,连吃饭都成问题,毛母用他最擅长的悬疑小说的手法,把这一切都揭露了出来,根本就没有什么来历不明的女人,这位先生特意找了个合适的地方,把话题画了出来,与此同时,斯特里克兰德也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作者,从小到大,他都喜欢画画,但他父亲却让他去做生意,一家人其乐融融,可内心却是波涛汹涌,最深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,他深信自己有绘画天赋,离开, 在家前一年,他每晚上夜校学习绘画,这一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要知道,即使是与丈夫朝夕相处的妻子,也不知道丈夫的嗜好,每次丈夫回来的晚了,他就会认为他是在玩桥牌,这是斯特里克兰德在小说开头,第一次见到年轻作家时的表现,反差太大了,在小说开头的宴会上,他对文艺活动 莫不关心,情烈,就连他那位爱好文艺的妻子,也觉得丈夫是个毫无文化修养的小市民,完全就是个粗人,谁能想到,就是这样一个粗人,他的人生轨迹,仿佛一眼就能看到尽头,竟然抛弃了自己的妻子,一个人去巴黎画画,只有一封信,不到时行,内容没有任何感情色彩,对自己亲生孩子的未来也是莫不关心的,他不在乎妻子离了他还能不能活下去, 作家向斯特里克兰德询问这个问题,他把苦爱酒一饮而尽,这二十多年来,我已经给了家人安稳的生活,已经是人之一尽了,来了,月亮在毛母小说中表达的思想,其实,他已经看到了,他指的是,一个人抛弃了陈世间所有与他有关的人和事,从内心的诉求出发,寻觅自我精神世界的尽善,尽美,后来,斯特里克兰德的绘画成就,与现实画家,高更相似,足以开宗立派,在他追途月亮之后, 妻子,开了一家印刷公司,有了四个打字员,生意就好多了,一晃五年过去了,第二次去巴黎之前,这位年轻的作家特地去拜访了他,问,要不要打听一下夫君的消息,他的妻子说,如果他那冷酷无情的丈夫生活得很艰难,他能挥一笔钱给他,不至于饿死,这种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施舍的行为,其实是一种报复,不,只要证明他死了,他的丈夫就能活得好好的,还能嘲笑他的丈夫,让他明白, 他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,这就是站在六边市这一边的选择,他知道月亮有多美,斯特里克兰德夫人一直与伦敦文学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,直到他丈夫离家出走,他经常举办沙龙,邀请知名作家或即将出家,这位年轻的作家,就是这样结识了斯特里克兰德夫人的,在沙龙里,斯特里克兰德夫人的举止非常得体,他的话很少,但是却不会冷场, 这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非常愉快,他之所以主动接近文学界,一方面是因为他很喜欢看小说,因此,他对作家的兴趣也很大,觉得他们很有趣。 另一边,同时,他也希望自己能够与诛杀者近距离接触,逐渐融入到文学之中,不要把自己的社会地位,限制在股票经纪人的妻子,这个毫无艺术价值的头衔上,然而,这些,这一切,都有先决条件,那就是他的丈夫,斯特里克兰德是一名股票经纪人,赚得盆满钵满,能够维持他的中等收入阶层的生活,让他可以在这些艺术沙龙里来去自如。 所以,在他最初以为丈夫出轨时,他答应过,只要丈夫从巴黎回来,他就会立刻原谅他,不过,这又如何?当他得知丈夫离开他,原来是为了艺术而自私的时候,他说得很清楚,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了,他恶狠狠地咒骂着街上的女人,我再也不爱他了,就像陌生人一样,我宁愿他死得凄惨,雄困潦倒,饥寒交迫,无亲无故,也许有人会问,好丈夫出轨也就算了,追求理想不行吗? 想要知道答案,必须考虑到毛母对月亮和六便士的对立,在斯特里克兰德离家出走之前,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六便士,斯特里克兰德负责赚钱,夫人就是靠着这些物质基础来养家糊口的,如果斯特里克兰德只是在外面搞外遇,那就是正常的中年危机中的雄性欲望,夫人还有翻身的机会,他们的家人还能继续活下去,斯特里克兰德夫人,还是说,她可以一边过着六便士的生活,一边看着文艺圈里的月光,但是,如果斯特里克兰德夫人, 斯特里克兰德是因为内心的欲望而远走高飞的话,所以,毫无疑问,失去了经济来源,这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会崩溃,那么,斯特里克兰德夫人,没有原谅自己的丈夫,一方面,她知道她已经无力改变丈夫的决定,另一方面,则是因为仇恨,恨她心狠手辣,毁了她原本安逸幸福的生活, 一瞬间,她就陷入了六便士的泥潭,所以,难道斯特里克兰德一点也不担心六便士吗?当然没有,她要吃饭,要睡觉,那么,她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?原来斯特里克兰德在巴黎有个靠山,她还是一位画家,她是斯特里克兰德的崇拜者,施特略夫,戴尔克,这个人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徘徊,施特略夫的话没有什么特别之处,是一种精刀细琢的学院派风格,她也知道,她并不是一位伟大的人, 她的画家,目标是为了赚钱而活,如果客户是一位富有的意大利商人,那么她画的是威尼斯水城,如果顾客是一位向往田园风光的贵妇,她就会改变田园,这样赚了一大笔钱,因此,乍看之下,施特略夫的银河系俗是和善于钻银,与月亮完全相反,但矛盾的是,她同时也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,斯特里克兰德的才能,她一眼就看出来了,他们认为,斯特里克兰德的话能够流传千古,因此,当斯特里克兰德的画家,目标是为了赚钱而活 斯特里克兰德处于贫穷和病痛时,他对他无条件的信任和崇拜,斯特略夫的奉献和梵高的兄弟提奥一样,甚至更强,这是为什么呢?经济上的帮助暂且不说,斯特略夫甚至把他的妻子也搭进去了,斯特略夫深爱着他的妻子伯朗时,爱到可以随时为之付出生命的地步,但在斯特里克兰德向伯朗求爱之后,斯特略夫却是忍气吞声,在他看来,这是一个天才,伯朗时本身就是个很有故事的女人,她早年堕入封城, 自从他嫁到巴黎以后,他对他的丈夫斯特略夫的感情就很深了,就外表而言,这是一个完全没有男性魅力的男人,他矮胖,短腿,粗脖子,不到30岁就秃顶了,但伯老师还是很爱他的,斯特里克兰德闯进了斯特略夫家,斯特里克兰德已经摆脱了一切,那是一种野兽般的野性,无穷无尽的活力,他画并不是为了谋生,也不是为了练功,他只是拼命地想要将自己心中的路展现出来,画画对斯特里克兰德来说是一种 解脱,他衣衫蓝绿,几年没有洗过衣服,住过的地方,形容在废墟里与人交往时,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,他常常忍饥挨饿,而且吃得不亦乐乎,除了画画之外,他只有一种动物的本能,甚至绘画本身也是一种动物的本能,伯老师起初怕他躲起来,说他没教养,待人太粗鲁,他说, 哪怕是乞丐打扮,也不愿意让重病再生的斯特里克兰德回家,恐惧的源头,事实上,在伯朗的时候,斯特里克兰德就像一只随时可能把他吞噬的欲望怪物,他害怕得要命,因为他与这种野性和欲望产生共鸣,果然,在照顾病重的画家时,伯朗时接触到了这种狂野的力量,他疯狂地爱上了画家,把身体和灵魂都奉献给了画家,他毫不留情地赶走了岳父岳父, 只求斯特里克兰德能够接受他,但斯特里克兰德仅仅把伯朗时看作是一种满足欲望的工具,他想,爱情是一种相当费时费力的行为,斯特里克兰德除了从本能中发现幸运之外,也不愿意分出哪怕一丝一毫的时间和精力,波涛汹涌,因得不到画家一丝一毫的爱意,企图核酸自杀,他并没有立即死去,而是在医院里奄奄一息,使他稍微服气,每天去看波浪,但伯朗时并不想见他, 只想等待斯特里克兰德的改变,酸叶腐蚀着波状声带,把他漂亮的下巴和脖子都烧出了一个个窟窿,他的嗓音全毁了,而且,他还在不断地崩塌,然而,直到他去世,斯特里克兰德都没有来看过他,甚至连一丝惋惜都没有,就像是折断了画笔,这是伯朗师死后唯一的遗物,这是一幅由斯特里克兰德画的裸体画,以他为模特,这一幕,这对斯特略夫来说,无疑是奇迟大辱, 但是对于这幅有着超乎想象的画作,他却心甘情愿地膜拜,舍不得毁掉他,他甚至邀请斯特里克兰德,便自己一起回荷兰定居,他说,他会一直支持他,侍奉他,所以,这句话说得很诚恳,这也是为什么,他以自己的方式,从凡间的混沌状态,走到了月亮的层次,听到这里,你也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, 毛母小说中的人物描写标准和世俗的标准不同,从世俗的角度来看,斯特里克兰德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,但却象征着小说中的月亮,丈夫走后,斯特里克兰德夫人靠自己正嫌养家,照顾孩子,按理说,他应该被送出去才对,但在小说中,他又完全沉迷于宁,伯朗为了爱,不惜自杀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就是月亮,他的生命将永远延续到斯特里克兰德的画作中, 斯特略夫甘愿做他认为最伟大的艺术家的奴隶,只求斯特里克兰德继续画下去,能够亲眼看到这一幕,他已经很满足了,在月光下也是如此,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之所以如此,是一位小说中的超然物外,那么,你也许会问,毛母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世俗的价值观呢? 这和他自己的经历有关,自那以后,毛母齐的生活就变得坎坷起来,他早期的小说创作并非十分成功,出版后销受惨淡,为了谋生,他不得不转向戏剧创作,要想赚钱,就得想方设罚,是情节和人物,符合当时上流社会的要求,那么上流社会有什么喜好呢? 我以盲目工作为例,在1908年,盲目写的弗雷德里克夫人是伦敦最受欢迎的戏剧,这部剧讲的是什么?一个落魄贵族寡妇,历经磨难,终于找到了旧爱,接大欢喜的故事,这样的内容,在伦敦持续了一年,可见她的人缘有多好,另一部大热剧都特太太,在情节方面,比弗雷德里克夫人更为俗气,主角也是一位贵妇人,丈夫死了,很有钱,很漂亮,很优雅,一场闹剧之后, 她找到了自己的夫君,与莎士比亚时代相比,伦敦上流社会的品位更高,非但没有进步,反而倒退了,剧院里到处都是玛丽苏的故事,只要剧情跌宕起伏就好了,台词和画画稍微讲究一点,就能打动上流社会的观众,而且,人们只愿意听那些才子家人的王侯才子故事,平民百姓的生活是不可能的,没人愿意看到真实的社会和生活,这位年轻保姆就是靠着这些戏剧而红起来的,但是,她的内心, 却是无比的煎熬,作为一名实习生,她对普罗大众的生活再熟悉不过了,穷困潦倒,生离死别,这些下层社会的真实图景,被虚伪浮夸的上层社会刻意回避,他们对此事若无睹,他们只接受自己圈子里的爱情,这样的创作,对某某来说,是一种痛苦的体验,但她不能放弃这份工作,也不能放弃丰厚的社会地位, 这一刻,某某,到南太平洋的巴拿马,塔西提,或许吧,就是在这次旅行中,她感受到了高更几十年前的创作热情,高更那种舍弃一切新作的魄力,深深打动了她,以,她回到了英国,立刻动鼻写起了《月亮与六辨士》,虚构出这样一位年轻的作家,以创作小说的方式来对抗现实,借天才斯特里克兰德的手,来表达她得不到的艺术追求, 于是,她写了《月亮》、《六辨士》、《刀锋》等小说,这些小说中的艺术追求,凌驾一切之上,那么,让我们看看斯特里克兰德吧,现实中,高死于心脏病,按照诺亚诺亚的自传,高更在塔西提岛的时候,就是这样的,经常感到孤独和沮丧,怀念巴黎的城市生活,她并非完全不求功名,相反,还会举办一些画展拍卖之类的活动,来维持圈子里的人脉,保持知名度,能够在南太平洋这么偏僻的地方, 待上这么多年,也是因为这个原因,不是因为她从事生产劳动,而是因为她继承了叔父的遗产,只要卖画,就不会缺钱,不过,斯特里克兰德是毛母的,什么都没继承,她根本就不接受画展的邀请,花也没有卖给别人,哪怕是毕生的心血,都会被毁掉,就算是病入膏肓,她也是一声不吭,和现实世界里的斯特里克兰德比起来,毛母想象中的那个人要好得多,更纯粹,更疯狂,小说的结尾,叙述了一句话, 斯特里克兰德森林中的场景,带有神秘色彩,法国医生帮她收拾东西,她临死前写下的那句话,令人联想到邪恶和肮脏的黑魔法,具有惊人的原始力量,斯特里克兰德耗尽了最后的力量,倒在了墙角的草席上,四肢残缺不全,她们的眼睛都瞎了,仿佛灵魂都被抽走了,或者说,她已经画出了灵魂, 只剩下一句空荡荡的躯窍,跟高跟比,在斯特里克兰德,理想的色彩更加浓厚,更加纯粹,毛毛压榨出了六辨式的高跟,恢复了绝对的纯粹,高高在上,超凡多俗,在结尾处,对于斯特里克兰德一家,毛母也没有忘记,她讲述了六辨式在伦敦的结局,斯特里克兰德死后,世人都认识到了她的才华, 一座艺术圈就火了,售价一路飙升,多年前被她抛弃的妻子成了艺术界的新贵,成为大师的遗孀,她始终无法理解斯特里克兰德内心的创作欲望,也不能原谅她的突然离开,但这并不妨碍她利用丈夫的作品撰显,毛母也把小说的结尾安排给年轻作家,遇见了斯特里克兰德的妻子和孩子,给他们讲讲斯特里克兰德最后几年的经历,月亮和六辨式之间最直接也是最激烈的冲突,而这一切,都发生在小说的最后三段, 当这位年轻的作家谈起斯特里克兰德最后的结局时,描述她死时的惨状,罗伯特、斯里克兰德,她的儿子已经当了牧师,点上一支烟,上帝的墨盘缓慢地转动着,只是磨得很细,这是什么意思?其实很简单,中国有句老话,叫做天网灰灰树而不漏,他想说的是,他父亲之前做了那么多坏事,所以死得很惨,终于有报应了,这句话出自斯特里克兰德之子之口,真是讽刺,月亮和六辨式, 这两个群体根本不能互相理解,也不能协调,毛母把人性中最纯粹,最极端的两类人分成两类,年轻作家这个角色,表现出对月亮和六辨式之间不可调和的隔阂,最终,读者产生了这样的思考,是否存在绝对的美与艺术,追逐月亮,比追求六辨式还高吗?相信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答案,毛母也见过年轻的作家,他在小说里给了他幸福, 圣经里没有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所说的上帝的末盘,但是,斯特里克兰德夫人和女儿听了罗伯特神父的话后,心里很不适滋味,却虔诚地低下了头,这意味着什么?说明他们误会了,罗伯特引用了圣经,换句话说,他们根本不了解圣经, 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,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,这是年轻作家的想法,魔鬼要做坏事了,所有人都会引用圣经,说到这里,某人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,美与艺术,对于那些不懂他们的人来说,不过是表面上的装饰品,可以为自己谋取利益,是世俗生活中的一种富足和点缀,但对于像斯特里克兰德这样的人来说,对美的追求,正是生命存在的唯一意义,行,月亮和六辨式就是这样解读的,音频下面有听的笔记, 明天见